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的專利飛行員教學影片 我是千鳥 今天想要來跟大家說說基礎的飛行 我是怎麼樣去理解這些飛機的動作的 希望還不會搶到飛機就最急的人 看完這集之後可以有些收穫 飛機的動作我把它翻成一個沿著X軸方向的移動 和以XYZ軸為軸心的旋轉 這個坐標軸是會關著飛機一起動的 不是固定在地上的 這點請大家注意一下 首先是-X的減速 -X的加速 我再看一次 然後XY軸心的左翻滾 右翻滾 再來是歪歪軸心的拉伸 俯衝 剛才的轉向能力比補充好 兩個持續一直做的話 飛機會垂直繞圈 最後是Z軸圍軸心的右舵 車上路轉向能力最差 路轉一圈要超級久的 車上路轉向能力最差 車上路轉向能力最差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左舵 感觉比起适合散道 更适合用来看风景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一般在没有特殊需求的情况下 我们会利用最大转向能力的方式来转弯 也就是用拉伸那个方向来转弯 所以呢 我们要转哪个方向的时候 就要先把飞机的基底 利用左翻滚或右翻滚 转到哪一个方向 左转 先走翻滚再拉伸 回转 用船 先走翻滚再拉伸 太厉害了 调一下 鞋的方向还是可以的 那我现在斜45度 那我现在斜45度 回转 另外也可以说这样的一个练习 增加四几对飞机的操控力几度 每一次旋转90度 看能不能定在刚好的位置上面 如果到这边 都能够操控制如 那就加上坐吧 坐是个好处录录的东西 如果没有坐的话我就不会开了 坐还有几个功能 第一个是加强转向的能力 第二个是有更多的路线变化 第三个是微转瞄准的位置 我们先看第三个 刚开始打的偏口了 我就往左修正 收太多又往右修回来 次来看前方那块气球 我后来往左修正 来打那块气球 来瞄准前面那个气球 这就是用来修正瞄准位置 由这张图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为什么 这个加上舵之后 转向能力会提升 一个向上拉伸的力 跟一个右舵的力 会提供一个 比原本单纯的用拉伸 还要更大的 向右的力 如果有学过物理课的向量的话 就知道我在说什么 你说我物理很烂 看不懂怎么办 没关系你就记得 只要往哪个方向转弯 就打哪个方向的躲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可以了 你不用躲 你们水平到三十圈之后 它会原本在你前面 变到在你后面 那三十圈 要花的时间 如果一圈大概八秒 来计算的话 就要花 四分钟的时间 说真的 我做出这个结果 还蛮惊讶的 那我在飞站第一的飞机之前 我有飞过GTA的飞机 那它的躲加上去之后的影响 其实是 比这个还要大很多的感觉 使用度的时候 要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地方 就是如果机顶朝下的时候 你的躲打你刚刚转弯的方向 反而会造成的是飞机下降 而不是继续转弯 就还从这张图里面看出来 如果需要的重点 是持续的转向能力的话 那就要把躲 往另外一个方向打去 这时候操控感 或者是键盘按键的方向 虽然跟飞机转弯的方向相反 但事实上 躲它转的方向 是跟飞机转向相同的 不违反刚刚我们说的 转哪边就打哪边的定律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当机顶朝下的时候 维持原本坐的方向 跟改变坐的方向 飞行的路线会有什么差别 这时候增压不足的对手 最好可能会冠军一刀 有机身倾斜状况判定你转弯的方向 结果他就猜错了 所以虽然 多对转向能力的帮助 并没有那么大 但我还是会推荐大家使用 以上是我对飞机操作的理解方式 透过这些组合 可以实现各种的飞行路线 是让对手跟不上的一大要点 各种飞行的动作 我会陆续介绍 有兴趣的话 请持续关注我的频道 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个喜欢 分享出去 订阅千老熊频道 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 谢谢大家的收看 拜拜